你今天發現這個Snow 這個今天來了有了女朋友是昨天晚上的 這是我娘養的狗 你看我娘已經過去四年了 她大概將近五歲 她從來沒咬過人這個狗 從來沒咬過人 就是可愛到無法形容的程度 就是身形之靈敏 她能跳沙發上去這個狗 Snow根本上不來了 她已經老到已經老太隆重了 就吃太胖了 就因為她吃得胖 大根鳥注意啊 Snow連上樓梯都上不了 就因為她胖 但是人家 人家這個小Simon 人家呱唧就上去了 哇塞 她倆像插了一個袋一樣 但是妳要小Simon幹什麽 從昨天到現在幾乎這屋裏人就是咬了兩遍 所有人 為什麽 我娘走了以後她就開始哀家流浪 哀家流浪 不但流浪在過程當中 還被一次一個野狗衝出來差點咬住她的頭 把她咬死 就這個小Simon身上的恐懼 然後開始咬過很多人 她來的路上在飛機上人家送她的人 還咬了一個白人 咬了一個中國人 就人家一摸她打一來兩口 什麽原因呢 因爲她恐懼 我和妳起早研究了半天 爲什麽這樣 就是因爲我娘走以後 她也沒有了主人了 她去了N個地方 她就 就是你們都知道的 就是她沒有了安全感 然後又被一個野狗 一把咬住頭 差點咬死 所以說造成了恐懼 她就 狗最可怕的 我們問了醫生說 多次換主人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就是咬人 平均這屋已經 墨鏡一條咬了兩三次一唱了 是吧 這女嫂子把她弄來的 是吧 我真的是 而且她聰明到什麽程度 她來了以後 先跟我一起 跟我娘拜那磕頭 她竟然趴在那 趴在墊子 就趴在那看著我娘 心臟一直 一直跳 我說這是爲什麽 就爲什麽抱著她 就一直那樣 她比Snow可愛 真的不知道N多了 她就是沒有安全感 今天這個小Syvon 就這個不安全感 她把所有人咬了兩 她害怕 到現在看著 她又輕又害怕 她那個可愛的 真的不知道別生的可愛 但是她就是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就會咬人 沒有安全感就會失控 而共產黨把中國人 中國有安全感全拿走了 就給小Syvon帶來就是恐懼 咬你的腦袋 讓你平凡的換主人 錢要平凡的換主人 什麽代價值嗎 你就會失去錢 共產黨就要把你的錢 換成不同的主人 都換她家去了 如果小Syvon 你起嫂子 不把她弄到這來 那小Syvon的下結局會很慘 是吧 當然我們會給她聊過來 你看她多可愛 我會不會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